开玩笑而已,干嘛那么大惊小怪 提升魅力才可以把自己嫁出去啊 这些话你也听过吗? 是不是觉得刺心脑人却又不知该如何回应 作为女生,在职场和社会常陷入这种尴尬情境 如果生气又怕显得自己大惊小怪 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些脑人的情况呢? 让这本堪称MeToo时代女性自保指南的书 教你学会瞬间爆发力炸裂的语言防身术 这边就让伯克来帮你画重点 三个超猛回复带你一一完美即破 1.金头冠回复法 遇到嘲笑言语骚扰却又怕被说开不起玩笑 最好的方法就是模仿金头冠 没错,金头冠 面无表情,眼神直盯着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最好的回应就是 使出浑身结束,让对方尴尬到死 2.聊天机器人回复法 你以后一定是个好太太 无恶意的称赞也会让人刺心 因为这也是意识形态的传输 这时候就要像机器人一样回答 原来你有这种想法 让对方聊不下去 或是直接对他使出进阶板 诶,我一百岁的爷爷也这样说 然后潇洒转身离开 3.鸡同鸭讲回应法 有时候也会遇到来自朋友的炫耀 像是我老公都买冰室给我 这时候就要使出鸡同鸭讲回应法 既然冰室是德国车 就反问对方 那你对德国总理梅克尔有什么看法 直接把车开往一个新的方向 以上看似荒谬的回应法 其实既安全又不失礼 还有更多实用情境都在 与其事后越想越气 不如当场这样反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露 我可以看到你